嗨大家好,我是凤真 這件事情呢,一直很多人在問我就是關於 玉書的事情 為什麼我沒有第一時間出來去解釋也好 澄清也好,或是講什麼也好 是因為我覺得在這個當下 應該要先好好的冷靜之後 再去思考該怎麼去回應這些事情 全明星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我基本上這半年 我全部時間都是花在全明星上面 所以我很想要專心的 好好的去專注在比賽 因為這真的算是我真正的跨到演藝圈的一部分 因為過去我是YouTuber 所以其實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會認為要非常的尊重 全明星的製作單位也好 領隊也好,或是隊員也好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不管去做什麼樣的回應 都一定會有人受傷 可能是我,可能是隊員 或甚至也可能是玉書 所以我很猶豫要不要拍這件事情 但是呢,做了這個決定也是 我不會想要去攻擊任何一個人 然後捍衛黃隊 捍衛我們的領隊 針對我覺得最多人問我的問題 就一定是說 為什麼我的Vlog裡面 玉書都沒有出現 我只能非常誠實地說 在我開始錄Vlog的時候呢 其實呢 他的身體就已經有一些狀況 所以其實真的是有來的人 我就會錄 我就會去拍 但是我一定是拍完之後 然後再給團隊去剪 所以一定都是會剪 讓每一位隊員是被看見以外 一定是都是加分正向的感覺 但是說實話 真的是那段時期的玉書 他確實參與的相對的比較少 很多人就會講說 欸奇怪 你在公益籃球賽那一天 你明明也有看到玉書 為什麼 我沒有跟他拍Vlog 然後欸為什麼 網路上有報導說 我沒有跟他打招呼 那這邊我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議題兩面啦 就是一定有我的 觀感的感受 然後一定有 對方的感受 所以 這只是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在那兩週 是我覺得是整個黃隊 最辛苦的兩週 因為拔河跟龍舟 拔河跟龍舟 都是要十個人訓練 他最後一定要十個人比賽 所以他其實有點缺一不可 所以當你只有九個人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裡會有一點 我們練那麼辛苦 十個人拔河總是差一點 或是龍舟 我們九個人就算練得再好 還是會差那一點 但那時候玉書的狀況 確實就是 他能來參與的時間就是 相對比較少 龍舟拔河可能兩次或三次 有時候因為他身體不好 所以他也是在旁邊休息的 那天其實去參加攻擊籃球賽 我必須老實的說 我誠實的說 其實我是有點 滿頭問號就是 這兩週 我都很少看到你 結果在需要 大量跑動的一個籃球賽 看到你上場 說實話 我不知道那時候 我要用什麼心情去 拍攝這個Vlog 我就選擇 只是我把它記錄下來 另外就是 有網路上什麼知情人士說 我沒有跟他打招呼 我甚至會有這件事情 我還去問呢 跟我一起在新美光工作夥伴Jerry 我說 奇怪 我不記得在開賽前 我還跟Jerry兩個人去 休息室 跟玉書打招呼嗎 那時候我看到 金姐也在啦 結束之後 我遇到錢姐 我跟錢姐打招呼 我就怎麼想都覺得 沒什麼問題啊 就是我在賽前 不是已經在 休息室打過招呼了 那賽後 我看到錢姐 我待會跟錢姐聊天啊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會被取解成 好像看到玉書 但是我卻沒有跟他打招呼 就我就覺得 整件事情 我非常納悶 再來就是說 我非常非常的 心疼 甚至是不捨 我們的隊長 和郭哥 特別是郭哥 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和 玉書溝通 就絕對是我們 整隊裡面 花最多時間的人 然後 還記得那天 在打籃隊賽 在打皮克球那一天 因為玉書狀況不太好 郭哥還特別 把我們六個男生 叫過來說 等等 不管怎麼樣 你們被打出去都沒關係 一定要守住玉書 不准他被打出去 你知道嗎 他甚至都很明確的 希望我們也去幫忙 然後他自己花了非常多時間 說真的 郭哥來這邊 他不是為了名 也不是為了力 他就是覺得 好玩 所以他投入了心思 我覺得是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去比的 即便我們今天 每天都花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在訓練 但是 郭哥對我們投注的心理是 沒有辦法想像的 就是 為了要看我們一次練習 他必須當天從台南上來 看一次我們練習 然後再看我去顧他家裡 因為他自己也有 老婆小孩要顧 就是他花這麼多時間 然後跟每一位隊員溝通 甚至我覺得他 花更多的心力在跟 玉書座溝通 可是 今天卻變成一個 好像是在 傷害別人的一個角色 我自己認為就是 演藝人員跟 運動員 我反而我自己覺得 我其實更像運動員 所以其實在 每一次跟隊長相處或什麼 我是一個不害怕衝突的人 我從小在 團體生活 也就衝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其實 我跟逸祥也有衝突過 我生了兩天沒有講話 最後是因為三隊戰結束 那天三連敗 然後我們兩個哭著和好 甚至連撞撞也有衝突過 那就是一個 每個人來自不同地方 然後的一個磨合 他有時候可能會太過強烈 可是我 黃隊成員 就從來沒有去霸凌 去排級別人的行為 就是 這個字眼其實讓我們 整隊就是非常 受傷 他是一個 莫須有的指控 那甚至我自己感覺 我會覺得說 我這半年真的是 全部都給全明星 練習的時候 基本上能到 我請假不會超過五次 剩下的時間呢 我也是拿來看影片 然後甚至自主訓練 就是我真的把全部心靈再投入 或許我真的不是一個 多細心或多貼心的人 我沒有辦法顧及到 每一個人情緒 但是我覺得在我的家庭的 我的 爸媽的養育之下 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不會去做出 刻意去傷害別人的事情 所以這整件事情其實 我一直想要說 我想專心比賽 專心比賽 可是它確實的影響到我 甚至讓我覺得 這麼容易比賽 贏了這麼多獎盃 贏了這些 未來可能會打冠軍賽 或甚至拿冠軍什麼 可是 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就是 我來這邊不就只是想要 分享給別人 運動的 感動而已嗎 所以其實 這幾週我覺得 黃隊的大家都過得 非常的辛苦 然後 我自己真的也是有點 身體上 第一個已經到了寂寞 就有點身心俱疲 一直在猶豫 就是因為 只要我開始 回應了這件事情 就一定會 有人受傷 所以這是我最猶豫的一個點 但是呢 我是很想要 讓 從以前到現在支持我 可能看著我 做YouTube 然後做品牌 做得到新北光主持 然後甚至現在來到 全民心運動會支持我的人 讓你們知道其實 我不認為你們支持 錯的人 我就只是想要 捍衛我自己 然後捍衛整個黃隊 我們這些人真的 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 就是 每天練習 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除了全民心運動的朋友 基本上沒有在跟 其他朋友見面 就是為了要 把最好的自己 展現給大家 然後現在因為 這件事情 然後抹滅掉 所有 我們的努力 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 去 講我的感受 然後以及 我看到的事情 最後呢 謝謝我身邊的很多很多朋友 其實很奇怪的是說 現在那個人全部都是 被罵到不行 攻擊到不行 那其實很多人 私訊我 然後幫我加油 然後幫我打氣這樣 所以也想透過這個影片 跟大家說 謝謝你們 你們這些留言 就是很溫暖 讓我感受到這樣 然後也 非常感謝我的家人 就是我家人 也傳了很多訊息給我 他們都會在 希望整個事情 能夠告一個段落 把焦點回到比賽上 謝謝你們 大家好